中文字幕提供 大家好 歡迎收看本次的錦囊妙記 本次的錦囊妙記了為了延續上一次所探討的有關於軟體的一些管理的部分 那我們這一次未來針對 呃 客户的需求来讨论有关于软体套件的部分 那因为上一次呢 我们所讨论的是有关于连生模组 好那我们接下来就开始进入到 我们这一周的锦囊庙记单元 好那我们这一周锦囊庙记所讨论的是呢 手动迁入软体套件的部分 其实手动迁入软体套件呢 也就是说复明示意 除了模组之外 我们会把软体套件迁入在一个叫做 存放库的一个环境里面 OK那这个存放库就是代表 所有MacB的软体 它都把它同时集中在这个地方 来去做那个存放 那当你需要做派送的时候 它就会从存放库去把它提交出来 那再透过Agin的一个管道 将这个软体派送到我们的用户端里面 好那其实在57G的时候 我们有讨论到什么叫做延伸模组 什么叫做软体套件 所以呢这边我们很快的再重新复习一下 所以呢举凡软体 我们要安装在用户端的部分 我们就是称之为叫软体套件 那延伸模组的部分呢 指的就是要管理这个软体 它本身的原则 还有它的一些排程工作 甚至最后要产生出的一些相关的报复资讯 都是属于延伸模组在管理的一个部分等等 所以呢我们这次要讨论的是有关于软体套件 所以延伸模组我们就不是 不再做一些太多的赘述 OK 好那一样我们在登入我们的EPO Server 进到它的一些管理页面里面 那我们上一次有提到说 其实有关于软体的这个部分 它一定都是存放在功能表里面的一个叫软体 软体的一个功能里面 所以呢在左上角的功能表 我们去把它点开之后呢 我们去看到软体里面 它有相当多的一个功能会展示出来 包括我们上次讲到了延伸模组 还有这一次我们提到的 你会发现怎么会没有软体套件呢 OK 其实呢就像我前面刚刚提到的是 软体套件它是会存放在它的主要存放库里面 OK 那当然存放库有分 有分所谓的分三式存放库 主要存放库 那有关于存放库的介绍跟说明呢 这个我会在后面的警方料记的单元里面 特别来去做一个说明介绍 让大家能够更了解所谓的 MacB的存放库的一个概念 OK 好 那我们今天要探讨的是 这个软体套件呢 它是必须直接嵌入在主要存放库 所以我们点进主要存放库之后 你就可以看得到它所有的密密麻麻的一些软体清单 甚至于包含你们一般防毒软体会用得到的一个病毒麻 还有呢 有关于入侵的一个攻击特征档的清单 也都会表列在这上面 OK 好 所以我们就很清楚的看到这些现在既有的软体的清单 就是放在我们存放库里面 那一样我们今天要把这个软体套件呢 尝试的要迁入到这个所谓的存放库里面来 所以呢 在主要存放库上面有一个叫做迁入套件 OK 那我们点选进去之后呢 它会有三个选项 OK 三个选项是指软体跟更新 这个更新指的就是指软体本身的一些Hobbix或者是Patch 但是呢 这些Hobbix跟Patch只局限于MacB的产品 当然有人会问 我可不可以迁入微软的Hobbix或Patch 不好意思目前不行 目前MacB的软体派送的功能 只有局限于他们自己本身的MacB的产品的一个部分 OK 然后再来就是一个叫Extraday的一个部分 额外的病毒码 那另外一个就是所谓的SuperDat 这两个都是跟病毒码有关的 那在这里我们就不再为他们两个多做一些说明 好 那我今天既然要迁入这个软体套件 我要选择好我要迁入的类型 也就是所谓的产品或者是更新之后呢 我要选择的一个东西就是它这个软体套件存放的位置是在什么地方 那一样我们在下载软体的时候我们会把延伸模组跟软体套件把它分开来 那它下载下来也是一个叫一个Zip档 所以直接我只要把Zip档做一个点选进去 点选进去之后呢 你就会看到它马上呢系统就会判断出来 你是要安装 你要把一个叫做Endpoint Security的Playform 然后迁入到我的一个组存放库里面 那它的版本是10.7 OK 那如果没有问题的话呢 我们按一下储存 它就马上帮你去做一个储存的动作 所以呢 我们在表列上面呢 我们就会看得到Endpoint Security 10.7的这个软体的套件 带你存放在主要存放库里面 好了 那在这边我特别跟大家提醒一些事情 就是我们上次讲的延伸模组 我们有特别提到 延伸模组在 在以单一个产品的一个状态下来讲 它不能同时并存多个版本 可是软体套件是可以的哦 也就是今天我的EMS 我有10.5 10.6 10.7 我可以同时通通把它迁入进来 那也就是说 当我的用户端要安装的时候 要去进行所谓的软体派送 我可以选择 我要派送的是10.5 10.6还是10.7的这个部分 所以呢 我们就可以很清楚的知道 我们软体存放库 现在表列 表列有哪一些软体的清单 软体的版本清单 正在这上面 OK 那你可以根据着你的需要 来去做一些所谓的派送 也许你会觉得说 现在我的server环境 我希望它可以用10.6 那我的一般的client环境 我希望它可以up回到10.7 这样它在整个派送架构上 是可以成立的 那虽然延伸模组我都会用10.7的方式下去做管理 但是因为它有所谓的兼具相容性的一个功能 所以在10.6的软体上面来讲 只要10.6上面的功能 10.7上面的延伸模组有的 我都可以支援 可是一旦我10.7延伸模组上面一些新的功能 是10.6的软体套件所没有的 那这时候这些功能 就会被自动隐蔽起来 当然它也不会去干扰到 它也不会去干扰到的这个部分 所以呢 在EPO的这整个软体的管理架构下来讲 我可以用单一个延伸模组去管理多个不同的一个软体的版本 我讲的软体版本就是指软体套件的部分 我想这个在整个后续使用上 其实是非常便利的一个方式的部分 好的 那以上就是我们谈到的手动迁入软体套件 不晓得大家对这一次的一个锦拿妙计 有没有任何的一些建议或想法 你们都可以透过email的方式或电话来跟我做一个联系呢 如果您对本市的单元 你觉得 喜欢我们的这个单元 那也喜欢我们的内容 欢迎你可以在我们的YouTube上面 或是我们的Facebook上面的粉丝团 帮我们按个赞 来给我们多多加油跟鼓励 好 那这就是本市的锦拿妙计 谢谢